闺女,你慢点,你看看,你这都快要生了,也不能在娘家坐月子,你还是回你婆家吧。 妈,我都不想走,我在这住着可舒服了,还有你揍我,不想回我婆婆家,我婆婆那样子,我看着就烦。 闺女,你说的,妈知道,这妈也不想让你走呀,这不是没办法吗?你放心,这吃的,我都给你准备好了,都在餐上呢,够你吃一个月的,给,这些零食,你拿着,走到路上吃。 妈,你这袋子里的零食,都是最忙给我买的,你怎么全都给静静了? 谁说给你买的呀?是您的名字了吗? 妈,静静,给,你带上,来,慢点,妈,我走了,别送了。那好,一定要照顾好自己,放心,妈已经有时间了,就去看你。好,妈,我走了。慢点。 还在这站着干嘛呀?那,你把这帮给我买的零食,都给他拿走了,这我后面吃什么呀?你吃什么呀?你不吃,你还个眼神骗子,你还有脸吃呀?敢给你打到卫生去? 妈,妈,你能不能给我倒杯水呀?妈,妈,给我倒杯水。你叫什么叫呀?你想喝水,自己去倒呀? 妈,妈,妈,给我倒杯水。你叫什么叫呀?你想喝水,自己去倒呀? 下不了床吗?下不了床?你又不喝?生的闺女还能不救气? 喂?闺女?妈,你过来凑我吧?我不想让我婆婆凑我了。她做的饭难吃死了,我都吃不下去。你呀,快过来看看我吧。你再不来看,你女儿啊,都饿死了。 好好好,我的宝贝闺女,你可别哭。我现在就去收拾东西。我一会儿就去你家。哎呀,我闺女,她那个婆婆呀,怎么那么不会凑我人呀?哎呀,我赶快去收拾东西,凑我闺女去。 这下好了,我妈就要来了。这下我可赏福了。妈,怎么了?你拎着包袱,干什么去啊? 你说干什么去啊?去你妹妹家呗,凑你妹妹坐月子呢。妈,我妹妹,不是有她婆婆照顾她的吗?她那个婆婆不行,做的饭不好吃,你妹妹,她吃不习惯。妈,那你要是走了,谁来照顾我呀? 淘淘,你说的话什么意思,谁照顾你,你自己照顾你自己呗,那我要是走了,你也就不活了呀。可是,你去照顾我姐姐了,我也正坐着月子呢。 你坐着月子怎么了?你生个鸭头片子,你还有功了呀?你要是给我生个大炮碎子,我就照顾你。我……你什么你啊?行了,别废话了,我闺女,快等着我呢,我走了。 妈妈,可是,我就算帅的是碎女,也是你儿子的亲生骨肉呀,也是你的大碎女呀,你怎么能不管我呢?妈,姐姐,来,我帮着孩子。我给你盯着排骨汤,一天热,赶快喝了。 这孩子呀,长得太漂亮了。随你,你看皮肤,多白呀。随我,那你随你呀,我就是随你呀。我闺女,定会说话。 妈,你做的排骨汤真好喝,比我那婆子做的好喝多了。好喝就行。 闺女,你多喝点,以后你想吃什么,跟妈说,妈就给你做。好,妈。 好了,好了,你别哭了,我不吃了,我哄你。 妈,你干嘛去了?哎呀,我给孩子去洗尿布了。来,姐姐,我帮着孩子。你躺下,休息一会儿。好。 妈,别老坐着,躺下。这坐月子,要是老是坐着,对腰不好。 哎呀,宝宝,你睡了呀。好了,好了,你睡了啊。我刚把人脚给洗封了,你就睡了。 妈,今天晚上我不想抱着她睡了。她说晚上总是行,我都睡不好。要不今天晚上你抱着她睡吧。 好,闺女,来,我把孩子放回我房间去,你好好休息。好。 你啊,就知道闹人。让你自己睡了。 你啊,就知道闹人。让你自己睡了。 还不乐得夜,非得让我抱着睡啊。真是的。 我爸,我回你啊。照不出月子了。我那小外子啊,又肥又胖啊。别提有多好看了。我看着就喜欢。 来,哎呀。 唐唐,你干嘛呢?我把我的衣服和我的肠单都扔出来了。我扔的就是你的。你还回来干什么呀?我还以为你不回来呢?这是我的家。我怎么不回来呀?你也知道这是你的家呀?那你还出去照顾你闺女,一走就是一个月。把我这个还没出月子的儿媳妇跟打出去。一个人就在家里。 不管不顾的。你能给我闺女逼吗?我闺女是个大胖小子。我看见喜欢。你呢?什么本事呀?就撑了一条片子。我别这么照顾你呀。那行,那你出去照顾你闺女去吧。这个家不需要你了。 唐唐,你是不是反天了呀?我可是你婆婆,你竟然敢把我赶出去。 你是我婆婆。那我坐着月子,吃着抱着孩子吃着干馒头的时候,你在哪儿?我抱着孩子洗尿风的时候,你又在哪儿?晚上,孩子闹。我抱着孩子睡觉的时候,你又在哪儿?你现在,你跟我说你是我婆婆了? 你明确上是我婆婆,但是,你做了一个婆婆,你应该做的义务了吗?唐唐,你自己生的孩子,做这些,都是你应该的。凭什么让我去给你做呀? 行,是我应该的。你没义务照顾我,那我也没义务,给你养老。你自己呀,回你闺女家去吧,我这儿不欢迎你。唐唐,唐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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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唐。 这都是你逼我的。我一个远嫁的闺女嫁到你们家,一口一个妈的叫着,而你呢,在我生孩子做月子的时候,却对我不管不问。 我已经决定了,以后,止疼,生我的人,还有我生的人,别人,都与我无关。 你应该来说死者。